坐下 谁让你进来的 姐姐 回来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的房间 我刚才看过姐姐衣柜了 我觉得姐姐的衣服都过时了 一会儿妹妹帮你参考参考 不用了 我深居浅出不喜欢应酬 不太在意这些 姐姐这么年轻又漂亮 干嘛穿那么老气的颜色 你看 这种颜色才适合姐姐吗 我喜欢庄重的颜色 提醒你 沈丽她不喜欢别人进她的卧室 特别是她不在的时候 这衣服当我送给姐姐了 廖主任您来了 廖主任光临寒舍不上荣幸啊 来来来 里边请 好好好 环境不错呀 可以啊 廖主任您太过奖了 跟廖主任比可差远了 小旭 来来来 我来给你们介绍 廖主任 这位是我的内人小旭 小旭啊 这位是上海经济管理处办公室 廖主任 廖主任 廖主任您好 好好好 舒和啊 不错不错 不错 廖主任 这边请 廖主任里边请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好 请坐 请请请 您坐 坐坐坐 您先坐您请坐 客气客气客气 来 廖主任 也不知道廖主任的口味 我就略备了一些薄酒 和醋茶淡饭 希望您喜欢 哪里哪里 张太太 你是美若天仙 秀色可参哪 廖主任您过奖了 廖主任 来 我来敬你一杯 来一下啊 舒衡啊 看你说的 他可是蒋公子清典的打虎汉家 我该进舒衡才对啊 廖主任您太客气了 来来来 一块一块 廖主任 这打虎行动结束之后 还有什么后续啊 这是一次特别行动 散伙之后呢 原则上 哪来的人 还回哪去 廖主任 您的意思是说 行动结束之后 您还是回南京呗 您回南京 不还是回财政局吗 若是得到升迁 您可就是财政局局长 好 那好 脱舒衡的吉言 咱们一块干一干 干一杯 来来来来 我敬您 咱们应该敬廖局长 来来来来 廖主任 还有一件事情 多吃些 我想 请您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啊 你说你说 我呢 还想留在上海 最好能回到中统官府原职 我知道 您可是蒋公子身边的大红人哪 方便的时候 请您在蒋公子面前 多替我美言几句啊 蒋公子现在 也是焦头烂额呀 本来想打几只老虎 历历威 谁知道啊 每只老虎后面都有后代 都是打不得的硬骨头啊 你的事儿 我回来考虑一下 别光顾着聊天 好 多吃点菜 以后啊 这舒衡 还得劳您费心 多照顾啊 没问题 没问题 看你说的 我和舒衡啊 那可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哪 舒衡啊 你要想留在上海 必须得有所表现 表 表现 你要能替蒋公子 打几只大老虎 替蒋公子立立威 到时候啊 不用我说 他想去哪儿 就能去哪儿 真的 那是 那舒衡 敬廖主人一杯 一块敬廖主人 来来一块一块一块 来来来来 还没睡啊 不会是等我吧 回来了 商行连夜开会 要决定工厂合并的事情 累死我了 我今天看见 月桃花进你的书房和卧室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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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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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 怎么 还没睡呢 我还有点账没算完 你 我给你炖了银耳莲子羹 润肺养颜的 专门适合熬夜的人 谢谢你啊 桃花 太客气了 怪不得你的气色不好 经常熬夜呀 哪里 生意人劳露面 桃花 很晚了 我 怎么 你住这儿啊 你不会经常住书房吧 有时候 你和姐姐闹分机了 怎么会 你想多了 没有 我有时候工作太晚 她睡眠轻 一点声音就会把她惊醒 为了不打扰她 我就睡在这儿 睡沙发多不舒服啊 要不 你要是不介意 忙完了 就到我那儿睡吧 不用不用 谢了 反正我也不怕吵 不用了 桃花 我睡这儿挺好的 太晚了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吗 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事 就让我陪着你呗 我不会吵到你的 我就安静地坐着可以 你真的别这样 桃花 真的不要 我就是想陪着你嘛 你不用不要 我不会打扰你 桃花 我们已经说好了 你来神茂这儿是避难 我们是假夫妻 我太太就在里面 她什么脾气你可知道 万一她一闹我怎么办哪 好了 别闹了 我回去吧 走 去 走 还没睡啊 我吵醒你了 继续睡吧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舒衡 说真的 我觉得怡春也挺好的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平平淡淡 我觉得挺好的 小薛 我是个男人 男人就需要进宫离业 一春那种地方 没有发展机会 我必须 拿下审礼才能获得机会 你要拿审礼开刀 这是我留在上最后的筹码 他可是你的朋友 朋友 他也算 他也算 进来 是 特派员 嗯 我把审礼 从重庆到上海以后的所有赵 都给查了个遍 没有发现问题 只是 最近从水陆运回来的十五川大迷 没有保观 没有保观 拿给我看看 好啊 沈丽她这是在走私漏税 这下可被我逮着了 但是沈丽的大米是美国人瑞切尔帮她运输的 再说 和军长和杨主任与沈丽的关系一向密切 万一这些大米跟他们也有关系 特派员 您要是动沈丽的话 就不怕殃及吃鱼吗 我会考虑 记住 千万不能走到丰盛 是 让让让让啊 你干什么呀 把我胳膊拽疼了 我自己会走 我怕你光毁嚷嚷不会办事 告诉我 这些天你发现了些什么 沈丽和丁明秋处处防着我 把我当外人 我还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呢 我还在想 小贱人 别以为你过几天好日子 你真把自己当成沈家二太太了 你最好乖乖听话 别跟我动心眼 告诉你 我这个人脾气特别不好 如果你查不出沈丽的犯罪证据 还有她藏金地点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沈丽根本不止我这一套 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机会 这个机会 我给你制造 先生请 柳经理 生意兴隆啊 最近赚了不少吧 怎么样 我帮你干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让你垄断了上海的整个面粉市场 控制了价格 这下你满意了吧 嗯 柳经理 谢谢了啊 以后合作的机会 还多得是 张特培元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 上海滩的大官僚 大富商多的事 比我能力强的人也不乏其数 为什么你会选我 因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啊 我想你是误会啊 我跟沈丽并不是敌人 我对他也没有任何的成见 顶多算是 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柳经理真是心胸开阔啊 楚楚选择了你而放弃了沈丽 是他的明智之军 知道吗 当年 在重庆的时候 楚楚和沈丽可是一对 有名的欢喜冤家 人人都说他们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而且他们的姻缘 也曾得到一位山寨长者的祝福 还送一对同龄 当作他们的定情信物 可谓情意绵绵 令人唏嘘啊 哎 同龄的 可惜啊 后来楚楚知道了沈丽已经结婚了 便跟她提出分手 哼 沈丽呢 一心想要挽回楚楚的心 她用痴情感动了楚楚 也许是于情未来吧 楚楚毕竟是个善良的女孩子 又一心追求自留恋爱 心中难免动容 如果不是沈丽间接害死了楚楚的父亲 我想找二人 早就生而欲扭了 有缘无分哪 有缘无分哪 可惜呀 人人都说楚楚和沈丽郎才女 还送一对同龄党 当作他们的定情信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观看 对我们的同龄党 是专家 那一天 都不吝点 有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你们大动干戈吗 言 再言 沈丽啊 我已经习惯你这种小伎俩了 我今天抓你进来一定是有确凿的证据 赶紧招了吧 咱们都省点力气 如果你非要我承认走私漏税 好 我承认 我是走私漏税 我走私大路 但是 我可不是为了我个人私利 我是为了上海的老百姓 为了救济机民 我不求党国能表扬我 至少应该给我免税吧 再者说了 我就是交了税 不也是便宜那帮贪官污吏吗 好了沈丽 再这么脚边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你承认就好 我告诉你 你犯的这两项罪名 不仅大力要充公 如果不想作用 那就要处以重罚 重罚 我所有的钱 都偷到这些生意上去 我哪儿还有钱 没钱啊 你不是有黄金吗 还有地下金库吗 我终于明白了 这左思大米其实只是个幌子 你念念不忘的还是地下金库 在你心里我就是共产党了 看来你对我的误会从未消除 既然我已经解释不清楚了 我也不想跟你浪费时间了 我要见杨主任 杨主任 嗯 神灵我告诉你 之前每次都是杨主任帮你逢凶化解 但是 今非昔柄 现在我张淑恒说了算 我可以让你生 我可以让你死 张淑恒 张淑恒 你这是要干什么 杨主任 你来的正所 你要给我做主吗 啊 好 马上把神灵给我放了 杨主 我们借一步说话 张淑恒 我忍你很久了 自从你回来 这里就乌颜瘴气 我警告你 马上把神灵给放了 什么狗屁看乱队长 我看这越看越乱 好 主任 我劝你在这件事情上最好不要插手 您的老底儿 谁不知道 我要不是顾及您曾经是我的上司的份上 我早对你不客气 张淑恒 你不要忘了你在跟谁说话 主任 你也别忘了我可是蒋公子一手栽本 提拔调来上海 现在蒋公子打老虎也并不是很顺利 主任 你可是个聪明 一直懂得明哲保身 你想想 蒋公子打不了孔令卡 难道还动不了你吗 主任 你再想想 以前在沈丽身边的人 现在都堵得远远了 而且 你跟沈丽是一秋之鹤谁不知道啊 我的那些手下是顾及你我的情面 所以没有查案 要是我 也不顾旧情的话 我看主任你 会吃不了 兜着走吧 张淑恒 算你狠 喂 是二少奶奶吗 哪位啊 沈丽和御朝东被抓了 你们快想吧 好 我啊 是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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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不啰嗦了 你自己想想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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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怎么样 神力能被放出来吗 张淑恒这次铁了心 要整神力 没人能帮得了她 那怎么办呢 我会想办法的 我会想办法的 我还想办法 我还想办法 老红呢 他就外地办事了 最快也得两三天回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神力被钟头给抓了 秋姐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老红回来 你要马上联系我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咱们换个地儿喝 我请客 走 慢着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神力啊 记不记得 我有一次到你家 找你喝酒聊天吗 不过 不过 说实话 我真的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劝我改变自己 我张淑恒也不会有今天 是 也不会有今天的荣耀 更不会实现自己的报复 真的很感谢你 别客气 但是 神力你是不是也很后悔啊 你 你 知道我为什么要盯着你不放 我实话告诉你 因为你选错了路 我以走私大眼的名义来代表你 就是个幻子 可是我也从这些大迷里看到 你通过的线索 神力啊 你是个聪明人 怎么会犯 如此简单的错误呢 你的商行里有名 你居然让李万去 人亲知的米店埋名 这不是个笑话吗 至于重庆的旧国会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为什么我怀疑的共产党 都和你有关系呢 你还记得那个行动吗 当时我抓他的时候 你也在场 我就是念他同学知情 所以才一时糊涂 让你们逃脱了 任秦枝 我追着任秦枝去了你家 被你们当中羞辱了两次 你们联合杨主任和何郡长 来打击报复 想把我从上海赶走 好达到你们的目的 你们以为这样 就没有后果之忧了吗 以为这样就可以肆意妄为了吗 我告诉你 张淑恒跟以前不一样 你这次落到我的手里 你就死定 俗话说啊 君子报仇 十年不回 这十年还没到吗 张淑恒就回来了 对 沈丽啊沈丽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张淑恒 你以为我回来 是为党国效忠吗 我告诉你 这次我回来 有我自己的目的 我要你手上的黄金 没想到你 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 可惜 这一次你没有那么幸运 你栽在我手上 我不会 让你次次那么幸运 侥幸逃脱 就连月桃花 也没有探出你半点头 可是 这一次我还是会给你鸡尾的 谁叫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 只要你救出黄金 共出 共党分子 我张淑恒保证 一定会放你一条生 这样 如果你配合黄金对分 我就让你远走高飞 但你拒不合作用 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不念兄弟之情 我不仅要整垮你 而且还要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伤心欲绝 包括你父亲 你以为把你的父亲送到乡下 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吗 我告诉你我张淑恒走到哪里 都要把他给抓回来 我要将他们关在一起 让你亲眼看着 他们这些你最亲的人 一个一个的死去 我要让你尝遍中途酷刑 我要让你尝尝我张淑恒的手段 张淑恒 你敢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竟然这么没有人性 亲手不如 严小旭怎么就瞎了眼 你怎么对得起你父亲的教诲 你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你还敢替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你害死的 我害死你的父亲 我害死你的父亲 张淑恒 是你自己害死了你的父亲 你怎么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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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大哥 放开我 大哥再打了 再打就出人命了 我 我 我 你给我抓 你再给我抓 大哥 别打了 你看他的样子像是在装吧 还不快去叫医生 好 他的阳险病发作了 你们不能再对他用行了 否则会导致病人呼吸衰紧 窒息而死 我建议你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 让他好好休养 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 大哥 送医院吗 好 送什么医院 把他够了 你把他够了 拿来 你把他够了 帮他 拿来 你把他够了 他够了 你把他够了 拿来 我们去找他 把他够了 那你把他够了 我还能够吃 我把他够了 你把他够了 你把他够了 我做得到 不 我 道倫 耶śli 萁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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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请用茶 谢谢 沈太太 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梁承 张淑恒的手下 是不是沈丽出什么事了 不不 您别担心 沈先生没有性命之用 他阳闲病发作了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不要紧 但是大夫说 他得的这种病 需要一直服药 我是瞒着张淑恒出来的 您还是赶紧拿药吧 是吗 给 拜托你多照顾他 我会尽力二位 再见 再见 明秋 大家都是老朋友 何必懂打懂枪 张淑河 如果你今天不放了沈丽 你就死定了 如果我死 沈丽也活不久 好 那我就给你赌一把 丁明秋我告诉你 我已经吩咐首相 每小时都不死定了 如果我不接电话 他们就直接把沈丽给杀了 不信什么 不信你就试试他 我就不接这个电话 大不了余死我 大不了余死我 喂 不用开车了 马上派人来我家 对 全部 马上 好 沈老板 药来了 来 喝口水 沈老板 你放心 沈太太已经在外面想办法救你了 你一定会出去的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好吧 谢谢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好 请进 姐姐 没事吧 还好 你现在可是沈家的顶梁柱 你可不能出事啊 如果你是沈丽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要是沈丽 我就拿秦赎人 这次钱不管用了 那就拿黄金